Hello 大家好 今天回來拍一個閒談系列 今天這個閒談系列 只是早幾天前才想好主題 主題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說奧運選手的衣著問題 衣著問題在Facebook上出了一個文章 說這個人帶一些政治的立場進入運動比賽項目 引發了一大堆爭議 但今天不是說這個事件 今天的主題是想說其實我自己也有差不多的體驗 但當然還沒去到奧運那些大型的項目的活動 大家記不記得我很久之前也有搞過一些遊戲的活動 例如Pokemon那些遊戲活動 經常都會搞的 這裡就不特別開名了 如果你記得是誰 或者是... 你知道誰做的話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 我自己現在來說也沒什麼特別討厭那個人還是怎樣 首先先戴頭盔 大家也不需要特別去說這件事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一句說話 或者是一句文章 足以可以攻擊到一個人 甚至可能是... 奧運選手 以奧運選手為例的話 其實他那個文章足以抵消 或者是... 影響了他這四年 破壞了他這四年的任何的準備 對於這個奧運賽事的 運動項目的賽事 今天就說些什麼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有搞一些遊戲活動 就是之前我曾經搞過一個遊戲活動 這個遊戲活動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對戰形式的遊戲 類似對戰形式的遊戲 那其中呢 就是... 大家可能在一個check room 參加這個... 對戰啦 打架啦 但就有一個朋友仔 一個觀眾就表示很不滿 我記得當時他不滿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嗯...太厲害 對啦 他的原因就是太厲害了 所以就... 覺得騙錢 騙了他的東西這樣 嗯...其實... 回想起來呢 其實老實說... 我當時的心態啦 就是當時他推出了這個 我是即時停了直播的 對啦 如果你知道哪一單的話 都不用特別多說了 對啦 我純粹只是想給大家聽一下 究竟... 單憑幾句說話在網上 究竟可以對一個現實... 即是可能他心底裡不是一個堅強的人 或者他心底裡很著重 或者很在意這些說話的人 會有什麼看法啦 對啦 其實我當時就... 就馬上關掉直播的 對啦 因為... 都... 一來不開心啦 二來就是... 其實我搞這麼大多... 這麼多東西出來 其實... 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純粹想... 可能大家... 觀眾開心啊 怎麼說呢 其實... 我自己覺得... 那款遊戲... 對啦... 我就不特別說哪款遊戲 那款遊戲呢 其實互動性都相對低的 互動性低的話呢 其實我是想... 舉辦一些活動 去給大家參與一下啦 參與一下啦 當然就不是官方的比賽 或者怎樣啦 因為官方自己... 那些比賽啊 都... 很少... 會搞這些比賽的 就算搞這些比賽 可能他的氣氛都不足夠的 對了 互動性又不強的 那所以呢 我自己都想搞 這一類型的比賽啦 或者一些小小的活動 如果大家很久之前 可能在... 2017... 2018左右 2018的中後期開始 有看過直播的話 都知道呢 其實... 我偶爾都會舉辦一些 當時... 遊戲... 裡面的一些活動啊 譬如可能今期Hit的 就是什麼Pokemon You Like 那其實都有機會可能... 人數夠的話 其實可以... 五膽這樣排啊 又或者是五個人一起去玩 其他不同的比賽 或者對戰都可以的 OK 那這個就是後話啦 只不過呢 是想引用出... 近期有什麼特別紅的遊戲 我都... 嘗試會想一下 究竟可以怎樣做到一個節目效果 或者是一個互動的遊戲 不再是一個單機遊戲 讓大家體驗一下 好 那回來正題啦 就是呢 嗯... 當時就覺得很不開心啦 就是我搞這麼大多東西 這麼多東西出來 其實都是想互動 以及最主要一樣東西 其實... 老實說 我是... 就是... 完全沒有收過錢的 對了 真的不要以為我搞一個活動出來 搞一個比賽出來 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金錢 或者是時間啦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你搞這些活動出來 都不用錢的啦 但其實... 時間... 是最寶貴的 真的... 時間是沒辦法是... 沒辦法是買到啦 又或者是可能... 呃... 犧牲自己 就是要犧牲自己的一些時間 去舉辦一些的 想一些的活動啊 或者想一些的比賽啊 對戰啊 都... 都真的... 需要很多時間啊 心機啊 很多東西的 但當然啦 做出來的效果呢 就... 不是說真的十分地好 只不過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 當是有一個小小的活動啊 小小的比賽 大家互動一下 參與一下呢 我自己來看啦 真的都叫十分好的 尤其是那隻遊戲呢 剛剛都說過啦 官方的一些的比賽啊 一些的參與 其實都... 基本上都... 可有可無 又或者是它的活動性不夠強的 對啦 其實我算是... 第一個... 第一個肯去做這些事情 甚至... 你可以說是第一屆的一些大賽啊 甚至比賽之類的 就是一些對戰的一些的認識啦 對啦 不過當時來說 其實我心理質素真的不算太強 對比起現在的話 即是... 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再次出現在我面前呢 其實我可能會是散去一鑊的 即是... 其實那個... 出發點有問題啦 即是... 現在想起其實出發點是有問題的 但這個我們不特別去說啦 只不過我想說的就是... 剛剛一開始都說過啦 就是想說一些... 你可能... 很簡單的小小的一句說話 可能足以影響到其他人 不可以說一個人是玻璃心 但是... 你是確確實實在影響一個人的 那影響我一些什麼呢 我也想讓大家知道一下啦 首先... 當時... 其實都... 挺不開心的 對啦 大家可能會覺得呢 嗯... 我可能不是經常哭啦 但其實我經常都會哭 我是哭... 很喜歡哭的人 嗯... 那時候有啦 關了直播就有哭啦 然後... 還有的就是想著其實做呢 做這件事其實不是一個錯的決定呢 其實當時會是這樣想這件事啦 那到底是不是我的錯呢 還是什麼錯呢 當時也有想的 然後... 都... 都真的幾不開心的 對啦 嗯... 究竟搞這個活動出來 有沒有好處呢 對啦 當時之後就沒有再搞任何的活動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啦 因為... 一來... 覺得... 都幾辛苦一下 對啦 搞這些活動... 很辛苦 對啦 再想回... 還要受氣更加辛苦 好老實說 真的好像... 服務性行業上班一樣 但是... 服務性行業... 你上班有錢收 但是這裡好老實說 有的錢極有限 對啦 可能你如果出去... 回一份便利店啊 老實說 你回一兩個星期 其實已經等於我可能幾個月的收入了 就是這個頻道 不要以為其實頻道好像很多錢 但其實... 是真的沒有錢的 哈哈哈 人氣高的話 就當然多啦 但人氣低 就像我那樣的薯仔 哪裏有收入呢 老實說 嗯... 對啦 其實... 最主要就是看回... 那個新聞啦 就是那個... 那個... 將政治打進去運動... 那個... 那個人說那個言論 其實是確確實實地影響了... 那個運動員的所有心態 因為其實這些... 尤其是他比賽期間... 尤其是他比賽期間... 你將他那個... 那個... 他那個牽涉很多東西 因為奧運這一個... 真的是一個大的新聞 他是一個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新聞來的 然後你就抓他一些... 就是... 他沒有錯的 對啦 他不是有錯的 他只不過是說... 做一句什麼... 什麼... 黑色衣服 對嘛 穿黑色衣服 如果你不想代表什麼什麼什麼... 就請你不要... 不要再參加 還是怎樣 這句話... 可能聽到他的耳朵裡面 可能就會覺得... 嗯... 為什麼會突然被人說這些話呢 其實是無中生有的 根本都不是那一回事 而之後可能那個選手又可能會想... 其實不是應該關注在我的... 球技術的技巧上... 又或者是怎樣 反而他是著重在衣著方面 你想想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對啦 那大致上... 就是這樣啦 這次的閒談 最主要其實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如果你在網上... 即使你在網上... 甚至在現實裡面... 請各位都要記住... 一言一語... 其實很容易傷害到其他人 甚至是... 好... 有一句話就是... 講者無心... 聽者有意...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可能你說出來那一刻... 你是... 沒有特別想去針對... 甚至是說... 刁難其他人的 但是... 聽那個人呢... 不知道... 他有什麼反應 又或者他是... 本身是一個畢業性格的人 他會怎樣去消化你一句... 這一段的話... 甚至是你講解的... 一些事情呢... 只有他才知道的... 唯一要避免到... 或者你想避免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 小心一言一語... 千萬不要覺得... 在網上... 你就覺得... 隨意去講其他事情... 攻擊其他人... 去說其他人... 即使不要說說話... 就是你一點點帶有... 嗯... 以我自己為例... 以我自己為例... 大家都知道... 什麼陶奇事件... 什麼血爆事件... 其實正正就是... 一句說話... 足以令我... 是記得一世... 這個事件... 究竟是發生什麼... 是真的... 對... 你可以說我是記仇...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問題... 都很大... 就是... 我都... 可能是這個遊戲文化還是怎樣... 但是... 357的時候... 他就這樣講一句... 其實... 不要說是玻璃心... 正常人都會... 有些什麼問題... 有些傷害... 對... 所以你不能怪我... 有些什麼技術的... 可能是... 可能會轉你角度... 你可能... 輕輕大過... 但我不是... 對... 這次這個行淡系列... 就先到這裡... 再次講多一次... 就是... 那件事件... 其實已經告一段落了... 我就不會說... 特別去憎恨其他人... 或者怎樣... 始終... 老實講... 你可以... 當是一個... 我的一個人生的學習之路... 當時的心理質素不夠好... 而且... 當然啦... 遲些都有機會搞各項的遊戲... 如果遊戲... 有這個機會... 就是搞一些比賽... 甚至對戰的話... 我都會嘗試一下去做... 對啦... 就不會因為一次的失敗... 或者怎樣... 就不會再搞... 不搞任何活動... 對啦... 如果有機會... 有可能的... 我也會做的... 對啦... 還有就... 不需要故意去留言... 誰誰的事件... 之類什麼... 那些就... 我看到的話... 可能我會... 對啦... 有機會會... 警告一下... 對啦... 或者叫做... 勸語一下... 對啦... 先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這個的話... 可以幫到大家... 或者思考到... 嗯... 令你的人生有點改變... 拜拜...